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是好像选港者那样 现在我们有荣装环节 她就会回答一些问题 下一节给大家看看 阿芷琴是其中我们一个少有的女性地区人士 是吧? 即是在地区里 你只有24岁而已 但你在彩原那边服务了多久? 服务了将近两年了 都将近两年了 即是都有一段颇长的时间 那我们在彩原北区 即是在北区 北区即是粉岭 即是上水火车站附近的位置 在正旁而已 所以天桥就到了 我去过很多年 有时去探紫瓊班 就在那些天桥过去 放一些街站在那裡 经常都见到紫瓊 那紫瓊最令人熟悉的 可能令观众熟悉的 就是她有个行动 有个灭室行动 灭室行动 不如说给大家听 灭室有很多种 我认为几千多万种都不定 你认为那些是木室 是的 其实最常见的应该是在家里的 跳室木室 我们有个东西去看看 是的 那麽恐怖了 其实木室又叫床室 因为它通常在床上 特别是木製的家具 最大的多大一只呢? 这样 半只手指 半只手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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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大 我想大概5mm 是的 拍扁像地血那样 因为它是怎样有血呢? 它是吸人的血 吸人的血 趁这个屋主在床上睡觉的时候 它晚上就会出来吸血 那天天你又找不到 晚上熄悉 晚上熄悉 很醒目的 OK 即是晚上就跑出来吸血 吸血是鬼的朋友 是的 那这些木室 我看到这张照片 你做的是什麽? 那个最远 绿色衣服 戴口罩 这是我来的 是的 那我的义工是勇士 他们就觉得不用戴口罩 这是做什麽事? 为什麽? 这是你家? 不是 我家这样就糟糕了 这是两个 一个老人痴癌症的叔叔 和一个隆了的婆婆的家 OK 那因为婆婆就浓了 叔叔也不太能看到东西 其实他们就不太知道 自己家里有木室 是的 那他们就是木床 上面全部都是摆杂物的 那里就积聚了 我想都很多年的了 那些室又那么厚 一层层全部都是室 哇 那他的床鱼呢 本身就铺了几张被子在上面 那张被子已经全部都是血迹 黑色一点点 即是可能是一些室的排泄物 还有那些室脱皮的那些虫壳 是 那环境很恶劣 那些木全部都是一层黑色的东西 你是要拿室布抹就抹得走 应该都是排泄物那些 那他们就 完全不知道这个情况是那么严重 那去到最后 我们就帮他们换了一些新的床上品 但是他们最后很坚持 就不想丟掉那张床 那我们后来就找了 本身有跟进他们家的情况的 老人中心的社工 那跟他们谈完之后 那社工都搬了一张床 给他们 对了 不过叔叔前段就离开了 那但是离开了之后 因为他家里就不止是木室问题 叔叔就会失禁 那所以整条 就是最里面的房间是厕所来的 那整条路都是黄色的 因为他一路走一路 对了 那婆婆其实也很辛苦 那叔叔走之后 婆婆也轻松了一点 对了 现在家里的环境 对了 因为始终两脑没有小朋友 对了 那就是互相照顾 但是叔叔那时已经走不了路了 OK 所以家里的环境比较恶劣 那现在他一个人住了 床人换了 所有有塞的东西我们都处理了 那现在家里就很漂亮很干净 那都很开心的 看到帮到他们 OK 就是有时候这些社区工作 就是 芝琪这个行为是我少见地 就是这样的服务的 因为实际上到门去 真的下手下距 我见你有下手下距去做 组织到义工 那 有看我们这个节目 我们 这个都是我们区区解围的系列 这次是2019年的第二集 对上我们都请了很多 试过很多不同的社区主任 有看开外节目的人都知道 我们有很多东西说的 我们很少让一条友 好像芝琪一口气过了三四分钟 我们没有彩排 芝琪是真心将她做了工作 怎样做到她 将刚才那个个案的经验 告诉大家 我觉得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一个社区工作 但是我想 因为除了 我们不只是来推销林芝琪 我们也想知道 芝琪都可以告诉我们 那些木室 那为什么会有木室呢 其实你有没有研究过呢 那些街坊跟我说 其实问题出现 大概七至八年前已经有了 那没有了 那没有了 是的 那当时就是 可能有一些石坊的叔叔 或者婆婆 撿一些垃圾回家 是的 那当时就是个别情况 那一路去到有人发现 那找房处 房处就说 其实你这个就是个人卫生问题 就是不包帮你处理的 但是有时就提供些炸塞蛋给你 那在这也有机会和各位说 其实炸塞蛋就不是一个正确的灭失方法 就是那些烟雾蛋 是的 因为你一炸它们走 那就在单位A 走了到单位B和C 就是扩散了一个范围 是的 就是驱赶它就不是 是的 你不是杀死它 就是趕塞蛋 不是灭塞蛋 是的 其一个原因的扩散 就是这个原因 第二就是 那些人发现 糟了家里有塞 那就直接把东西扔到门口 可能就这样扔在猎口 就又不拿下去 又不包好了 才拿下去 或者你不确定 他还有没有塞 你就拿走了它 那些塞就会走 那就导致到现在 现时有一栋楼是高层 那两三层全部 间间都有塞的 哇 很恐怖的 是的 居民叫苦连天 而且他们已经自暴自弃了 那些东西扔在楼梯口 因为他们知道间间都有 是吗 就没办法解决 其实那些木室 是影响到居民什么呢 就是收身闲 是的 你咬到整身都是的 噢 不厉害 因为你晚上睡觉就咬 而且因为你不正确的 灭失方法就是 你家里有两张床 可能只有你那张床有塞 我那张床没有 但是 假设 是的 之后 你用了炸塞蛋 一炸就变成了整个屋都有 是的 就变成了我那张床都有 那就很麻烦了 就是这样 慢慢地扩散了 好了 你讲到这么横强的一种昆虫 它似乎好像横强那些蟑螂 是的 蟑螂好像很厉害 就很厉害 是吧 那 现在你协助街坊灭失的方法 有什么方法呢 我们就找了一间公司 它有这个义务的工作 都会帮别人 它有些产品买的 其实灭失呢 就 不是很难的 你不一定要用那些很化学的东西 是的 第一就是高温 其实你发现你家里的三游室 你拿到这些百度高温的水浸一浸 它会立即死的 OK 而是我们就买了一个蒸气器 噴不蒸气的 是的 就是你煮滚水 然后你一按窗 它就写了一些蒸气 这样 那就写了一张床 那会会立即看到那些屍体反吐 会啊 通常我们舊木板 我们会拿出来摔在地上 那会不会死掉的 其实你们就这样喷 其实你们就这样喷 我第一次去 没有包着脚眼 就是脚眼给它拗 哦 之后就识做了 是的 是有些这样的情况 是的 我家里也有一些 我不知道有些对不对 有些什么吸塵门的那些机 是的 没有吸是用吸 但我不知道那个机的设计 是一个无线设计 即是呢 吸多少东西呢 没吸一张床 就没有电 哦 但是塵门是看不到的 看不到的 就是会出现到那个情况 方便的嘛 手提那些 我不知道有没有效 但是似乎是有些效 不知道 看不到的 看不到的 但是你用蒸气去灭 是 灭完之后就 掃走它 还是吸走它 灭完之后 先掃走它 那我地下干了之后 它是一只粉 是的 我现在不记得了它叫什么粉 但是它在美国是一只食品 是很安全的 是的 但是那些木室呢 如果碰到那些粉 它不会立刻死 但是它带回它的斗 一会儿其他都会死 这么厉害的 是的 人是可以吃的 在美国 在香港是不行的 我突然升不起 美国才能吃的 为什么呢 它是一只减肥的海底植物的粉末 是的 就是那些天敌 是的 但是它会带回它的斗 但是木室 它是有斗的 它是在床的某个地方 就是聚集的 但是如果你严重的话 就不是说你一次就做到 你大概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 要上去帮你掃走一些粉 但是粉里面 你也会看到一些屍体 都挺满足的 那么一个个案 你不是要去很多次吗 其实都有些义工帮忙的 其实都一直到 但是通常要用那些 比较高矮一点的东西 就是有时担心 通常找一些年轻一点的义工一起去 通常我们都星期六天 等这些哥哥姐姐 他们不用上班 就是放假的 那天我们就一次去完 可能一个下午四五间 就去完 就复诊一次 你现在这个服务对象 通常都是彩原村里面的居民 是的 因为彩原村是严重的 附近的屋邨就没怎么听过 但是好了 这个就是出现了个问题了 彩原村是一个公屋 是吗 是 公屋的业主就是政府 是 是吧 有木室业主应该有责任的 是 那为什么这个房署 有没有帮忙灭室的 他们就很有趣的 他们就扣入了一部和我一样的 灭室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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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是吗 他不知道不用耕田的 你是傻的 他很喜欢在彩原那些花圃 就是那些绿花的地方 在那帮忙种花 那帮忙种花 应该是兴趣来的 是 好悠闲啊 阿伯 我告诉你犯法的 那地方不可以用来种花 神经 不是他都这么种 帮管理处在那里 不行的 不行的 现在我告诉你 为什么我认识不行呢 我去过很多大厦 那些大厦都有花圃 我告诉你 很多大厦有一个 其中一个很紧张的争议 这个争议我们没有讲过 就是 有些人在那些花圃中种番茄 种薯仔 种红萝卜 什么都有人种 对了 然后就霸着那些花圃 然后就当自己有基奸作品 自己下去採摘一些生果来吃 蔬菜来吃 这样的 然后那些大厦 就不得了 因为他有基奸作 第一就是 换他上去不用农药 就惹来了很多昆虫 是吧 他都不是用什么肥料的 但是他都是用一些 有基的肥料 都不一定是臭的 但是 问题就是 在整个管理上来说 就出现了很大的争议 所以李华那位人士 他这样做 是不行的 下次我走过去看他 那现在是不是我带领住居民 大家去种番茄吃 我们收食 就种士多啤梨 不行的 是不可以这样做的 那是有一个规矩的 否则怎么会 那些绿化带 就不是让你任意去种东西 或者帮忙的 那不行的 很简单的原理 你告诉我 可不可以采责那些植物 不行的 那为什么可以种 我以为是他帮管理署种 不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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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道理 你去银行里 你去银行里 不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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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样不收 你不可以的 你不要搞乱别人 这个情况 是太过不正常 不可以的 我看到子晴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搞了一些居民会 是吗 有些 有些 这个就是一个 我就是和这间公司买的那些產品 我们不会帮他宣传 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应该都没有 是的 有个哥哥 他就会周围去那些 有牧室问题的屋邨 有很多人听的 是的 譬如很多人都有这些 大家都发现了 有这个问题 还有有些不是在家里有 他是很害怕他在旁边的屋邮 是预防的 是的 那是有个预防的 有很多预防呢 预防其实也没有 预防就是 他们会说 其实香港就有很多 飞龙和引龙 可能平时 会坐在街上 那些都是一个途径 就是这样也是一个字 是的 就是我用是一个媒体 是的 我用是一个媒体 这个我都很 很诧异 是的 很诧异 另外一个就是你回到家 或者你去旅行回来 你不知道 就是有没有一两个 即是落行的地方 是的 你回到家都是拿滚水 浸着衣服 因为你滚水他就一定死的 是吗 还有有些呢 就是他拿他的粉 甚至在门口 那些室一定会进不来 就是因为你走过那些粉 就死了 这个就是这个 知道可能真的 旁边的屋里有了 那你就要买那个 如果你不放在旁边的屋里有 那如果一个屋邨 有几户 或者有大量的户数 是很严重的 是啊 还有我觉得这个问题 其实 可以不是演变到这样 只不过是因为 你刚刚问题开始的时候 其实都没有人去关注 没有人去处理 就算你刚才那些照片是去年的 是 去年夏天 去年夏天 那其实今年的夏天 都预计都会发生 是的 那些人又在打电话给我 是吧 因为你如果家多的那些 只不过是你冬天的时候 它低于16度就睡觉了 冬天的 是的 这个我们公平地呼吁了 第一 就是采原村 遇到有木塞那些 可以找林梓瓶 OK 但是同时都呼吁 是吧 想帮忙的 都可以找林梓瓶 是的 因为不够人手 肯定不够人手 你这样还要 回去做这么多功夫 要搬一些床褥 那些 是啊 大家帮忙 就是那些 哥哥姐姐 壮丁 如果你们自己家里 有问题的 自己解决到就最好了 是吧 解决不了的 那就要找晓瓶 如果你有额外的体力 可以帮忙的 也可以 想预防的 可以向你取经 帮忙也行 是吧 这个是最重要的 但我也想去到房署的位置 是 那我们要跟进了 是啊 房署作为业主 这个很可能是一个 不能提供一个合适 场所居住的一个问题 任何租约都是这样的 你是业主 和租客签租约 你就有责任 就给一个合适的居住环境 给一些租客 好了 我在A单位住 那我当我没事吧 现在B单位 就有木室 接着B单位的木室 走了过去我那里 好了 问题就是 从来这些东西 是追究B单位的业主 那B单位的业主 都一定是政府 对 是吧 政府你办事不力 搞到A单位都有了 那我是A单位 我不可以吵你了 当然了 开初的时候 B单位 也可能是C单位 是吧 这个 这个就必然 变成一个 长远的问题 和作为一个业主的策略 那芷琴这里 你会有什么功夫 计划打算做一下 我们其实是打算找房厨谈 因为其实现在是政策的问题 他就说 木室这个类别 就不包他们的管 但是 神经病 就是说个人 狮子老虎大笔像 都不是去过去 就是他这样跟我说 那我们觉得问题是 你可能好像刚刚说 你八年前 其实只有一两间 你现在有几十一间 甚至更多 但是那些不是自己带回家的 那些是 没错 传传传的 那他们是无辜的 是吧 是 那他们都是租户 这个问题就是这里 所以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重点所在 那重点是什么呢 那重点就是 房处 他可以说 不关他事 他只是说而已 是吧 木室不是我管 好了 那重点就是 如果他不用管你的木室 他为何要买一部灭塞机 是啊 这个是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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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我们最近 逃犯条例 有人担心 我听到有些群众集会 有人担心 担心 会开个内会 来到DQ逃禁塞 我告诉他 你放心 不会 因为他DQ逃禁塞 首先他承认了逃禁塞 他现在就是不承认逃禁塞 他不会DQ逃禁塞 所以现在 你的状况 就是房处 他一手又说我 不会去 不管那些木室 不管那些木室 木室不关我事 盡情想射责 第一方面 他又用公帑 去买一部灭塞机 这个就是个问题了 问题就是我那里 房处外判了给创艺管理公司 创艺管理公司的经理 就跟我说 我们自己是银河包买的 房处就不理 但是他们就看到很多单位 但是创艺那些钱 都来自大厦管理的钱 他们就说是公司自己 我不知道 这个没有考究 但是问题就是 我们觉得现在 是应该去跟房处说 你的问题这么严重的话 你应该把这个木室 这个问题都列为 你们要帮忙去处理 要去清洁的一个问题 不然你这样 不会结束的 就是靠我们社区自救 是不会完全断到尾 你有否统计过去年 你大概去了多少户 有20多户 去年 20多户 每户都起码做一天 是 有些是一次就OK 但是大部分都不是一次就OK 就是一个月 那就是一队人 那他做法 一部机 去年也是做了20多户 是吧 最糟的是20多户 现在有些翻法 是吧 一定有 都开始翻法 因为你也知道 没可能 灭得这么清楚 是吧 所以这个 这个我们要 长期跟进的议题 这个芷琴真的 摆脱住你 但是 我想防处那方面 都是要 移动一下他的 是的 而且你说到 又当区议员又成 这件事 整七至八年 是吧 是吧 竟然没有人去理会 没有人去照顾 是吧 我觉得 太离谱了 这个也是一个 很质疑的 为什么你 这个当区议员 在这个彩原村 已经做了第五届 现在 你没有理由 在我出现了之后 我开始接触了 这个木室的问题 我去跟进处理 他才开始来跟进处理 是吧 那我就觉得不合理了 你都做了这么多年了 你没有理由 现在才有 即是木室应该是 你的办事主 在郑彩原村 是吧 应该是在盆古桌 是有的 是的 也不是新鲜事 就是彩原村的木室问题 已经很久了 所以我都 不过我暂时听下去 好像只有你的村 那里是有木室做 其他我真的很少听 都有的 我听我们买的那些产品的公司 他就说彩原村 彩原村在九龙 在九龙东 即是九龙湾那里 是的 还有以前那个余德堡 那个区 木室堡 我记得大国咀的头 是的 还有这个 沙田那边都有些 是的 其实多多少少 都可能有些 那是什么意思呢 芷琪 这个木室问题 是 就不是普遍问题 是 因为不是太多 是 不是太多 我想 全国可能有几条村 你只有几条村 是的 那几条村有自己的问题 就是你不想开初的时候理 是的 是不是 当然我不是冒犯大家 但是问题就是 现在事实我看到不是普遍 原来起码你们的村 坐完村旁边的那些是没有事 是的 就是北区 普遍得理的村 是的 整个北区 是的 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 大家要想清楚的议题 是不是 还有 就是 那些 木室 现在在那个状况里面 对人体 除了会红会肿之外 有没有其他影响 会不会有传染病 对 其实没有听过 会传染什么病 因为通常你都是 那张厂都是咬那些人 是的 他们不咬其他东西 没有 那些血液传播 可能都有机会影响到 所以他的木室很有趣 就是有时候你不会整个家都有 只有那张厂有 但是你一搅一搅就变成一家 他的移动性就不是很强 是的 就是不会说 总之你日晚一定会睡觉 你到时也会睡觉 你到时也会睡觉 不然到时也会出去吃你 就是他就不会自动扩散 是的 除非那些炸膝蛋那些 就是你搞他就走了 那些错误的灭失方法 所谓的灭失方法 那些是赶膝蛋 是赶膝蛋 不是灭失蛋 不是灭失蛋 他会说他们 所以这个 灭失的话题 我们这节讲到这里 下一节回来 我们详细一点 今天难得有美女上来 我们和美女谈多些 他自己在整个做社区工作的心路历程 好吗 我们下一节见 这种是台湾爱文芒 它是经过农药检测的 即是不含农药 是用有机肥料灌溉的 有机生果来的 而且呢 和呂宋芒不同 呂宋芒呢 其实你看到这些绿的生果 混在那里是傲熟的 那种质感呢 是芒果的质感来的 和那些苹果芒是不同的 我是芒果的专家来的 但是它又带有一些 苹果的香味 和那些苹果芒呢 是完全不同的 那现在呢 可以在网上 或者门市呢 是订购的 你询一下网上 那些人卖很贵的 这些550元 我们呢 是399元